二元上旬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Downtown的一个Lungos 看着这个植物 先看价钱 打折特价 原价是25块钱 现在20 什么花呢 看植物本身像什么 像不像鸡蛋花 或者是像沙漠玫瑰 有点类似于他俩之间的植物 这个叫 这个叫Hawaiian Palm 夏威夷棕榈树 说棕榈树有点太大了 就是矮小的 适合室内生长的植物 从这个名字我们知道 它是夏威夷原生 但是现在野生的已经极为罕见了 以前在花店里也见到过 好像挺贵的 这家很便宜 因为上了很多货 所以价钱不错 在多伦多Downtown上班 或者是工作 工作或者住的人 可以在这看一看 很特殊的一种植物 而且它也会开花 据说是9月到11月之间开花 那么它的开花也有香味 什么香型呢 金银花的香味 想想很好闻 店员还热心的给我介绍呢 说如果看到黄叶子 太黄了把它揪掉 上面就会长新的 浇水呢 一个星期像这种盆 一个星期浇两次 不能 这么粗的干 我想它冬天也许会休眠 给它干燥低温 零摄氏度以上 就能很好休眠 也许叶子会掉光 让它夏天生长 多伦多地区 如果你要是在热带地区的话 就没有问题 一年四季都会生长 多伦多让它冬天休眠 会比较省事的 否则的话 你就得需要提供温暖 而且是要有比较好的光线 曝光灯之类的 或者朝南的窗户 而且你让它生长 还有一个问题 冬天室内生长 会有红蜘蛛的潜在问题 因为我养过鸡蛋花 鸡蛋花冬天鸟 是让它 不让它休眠生长的话 就会有红蜘蛛 而且阳光不好的话 这在室内都是灯光 阳光不好的话 叶子会出问题 所以最佳方案 对于我说 如果我要养的话 冬天就让它休眠 让它夏天使劲长 秋天开完花以后就休息 而且它就是顶端有叶子 往上树枝长 不是特别占空间 店员又跑过来 挺热情的一个小姐姐 说Just do it 来吧上吧 好了 这种特殊的室内植物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要是我选的话 就选一个最高最粗的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